你有想过退休之后的生活要做什么吗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透过公益彩券盈余补助 推动银法贵人新传计划 活化长者的活力 现在呢就有一名年近70岁的超级阿嬷 利用自己的专程 为弱氏族群带来欢乐 也丰富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细心指导每位影法学员作画 忙碌的脚步从没停过 精气十足的她 其实是年近70岁的超级阿嬷 我们这里还够工作 你要同样红的 还是要红红的 还是要红红的 不要的废弃物 自然能变身为美丽的花朵 还是自己DIY创作出来的 看到漂亮的成品 也让长辈露出幸福笑容 原来是幼稚园老师的林元均 不愿退休后人生没有目标 决定将自己微薄的力量 奉献给更多需要的人 因为在家里的话 我只是躺着看电视 什么事都没做 会觉得这样不是办法 那在他们开心的同时 我也觉得我也是精力充沛 我就很开心这样 这样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 能成功举办 都是透过公益彩券 盈余补助 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举办的引法贵人心传服务 征选55岁以上 有特殊专长的长者 曾经社福机构 学校或医院 教导才艺语文等七种课程 其中更夯的还有这堂课 好 来 打打手心 提神 阿公阿嬷动作整齐划衣 专处底跟着老师敲打 律动活络筋骨 人这么多跳舞 什么节目就有 我都有参加 跟一些朋友 看一些朋友这样 比较不大里面 黑白胜 很好 您购买的每一张彩券 其实都有部分盈余 用来支持社会福利政策 不仅照顾弱势 还让长者发挥所长 让他们的退休生活 多彩多姿 东森财经新闻 杨俊伟 陈俊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